大家平安 我是南京东路礼拜堂的李培丽长老 我们要来看《猎王记》上第十九到二十章 先知以利亚的侍奉 在加密山上试验真伟先知时 达到巅峰 现在面对耶喜别的恐吓追杀 他落入很深的失望和无力感 那么大的神迹 竟然没有办法改变通国的异教信仰 以色列还能怎样呢 以利亚在一棵罗藤树下求死 上帝供应他吃喝 并且要他走到和列山 上帝听以利亚的抱怨 让他知道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还是有很多没有拜巴黎 忠于上帝的先知在侍奉神 接着上帝又给以利亚新的任务 要他高哈薛耶护和以利沙 就在以利亚呼召以利沙跟随他之后 当时的大国亚兰王变哈达 派人向亚哈叫正攻打北国 上帝透过先知启示 以色列王将亚兰人交在以色列手中 透过亚哈王领导战士打败亚兰人 一年后亚兰王再次进攻以色列 上帝再次透过先知预言 以色列必定得胜 亚兰战败亚哈却接受 辩哈达的求和放他回去 遭到先知的责备 预言上帝要让以色列王和以色列民 代替亚兰王与亚兰人被灭亡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列王纪上第十九章 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 和她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喜别 耶喜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 明日约在这时候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 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 愿神明重重地降伐于我 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 到了犹大的别士巴 将仆人留在那里 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螺藤树下 就坐在那里求死 耶和华 罢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他就躺在螺藤树下睡着了 有一个天使拍他 起来吃吧 他观看 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 他就吃了喝了 仍然躺下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 说 起来吃吧 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他就起来吃了喝了 仗着这饮食的力 走了四十周夜 到了神的山 就是和列山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 就住在洞中 耶和华的话领导他 以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为耶和华 万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缩我的命 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裂锋大作 崩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后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以利亚听见 就用外衣蒙上脸 出来站在洞口 有声音向他说 以利亚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为耶和华 万君之神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缩我的命 你回去 从旷野往大马色去 到了那里 就要告哈薛做亚兰王 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护 做以色列王 并告亚伯米和拉人 杀法的儿子以利沙 作先知皆许你 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 必被耶护所杀 躲避耶护之刀的 必被以利沙所杀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 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 未曾与巴黎亲嘴的 于是 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 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 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 自己赶着第十二对 以利亚到他那里去 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 以利沙就离开牛 跑到以利亚那里 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 然后我便跟随你 你回去吧 我向你做了什么呢 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 宰了一对牛 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 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 服侍他 第二十章 亚兰王汴哈达聚集他的全军 率领三十二个王 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地亚 又差遣使者进城 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 便哈达如此说 你的金银都要归我 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 也要归我 以色列王回答 我主我王啊 可以依着你的话 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 使者又来说 便哈达如此说 我已差遣人去见你 要你将你的金银 妻子儿女都给我 但明日约在这时候 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 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 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 都拿了去 以色列王召了国中的长老来 对他们说 请你们看看 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 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 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 我并没有推辞他 长老和百姓对王说 不要听从他 也不要应允他 故此 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使者说 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 王头一次差遣人 像仆人所要的 仆人都医从 但这次所要的 我不能医从 使者就去回复便哈达 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雅哈说 萨玛利亚的尘土 若够跟从我的人 每人捧一捧的 愿神明重重地降伐于我 你告诉他说 才顶亏灌甲的 休要向宅魁卸甲的夸口 便哈达和诸王 正在帐墓里喝酒 听见这话 就对他臣仆说 摆队吧 他们就摆队攻城 有一个先知 来见以色列王雅哈 耶和华如此说 这一大群人 你看见了吗 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借着谁呢 耶和华说 借着跟从神长的少年人 要谁率领呢 要你亲自率领 于是 雅哈数点跟从神长的少年人 共有二百三十二名 后又数点以色列的重兵 共有七千名 五间他们就出城 便哈达和帮助他的三十二个王 正在帐墓里痛饮 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先出城 便哈达差遣人去探望 他们回报 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 他们若为讲和出来 要活捉他们 若为打仗出来 也要活捉他们 跟从神长的少年人出城 军兵跟随他们 个人遇见敌人就杀 亚兰人逃跑 以色列人追赶他们 亚兰王变哈达 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 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 大大击杀亚兰人 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 对他说 你当自强 留心怎样防备 因为到明年这时候 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 亚兰王的臣仆 对亚兰王说 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 所以他们胜过我们 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 我们必定得胜 王当这样行 把诸王隔去 派军长代替他们 又照着王丧失军兵之术 再招募一军 马不马 车不车 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 必定得胜 王便听陈仆的话去行 四年 便哈达果然点齐亚兰人上亚服去 要与以色列人打仗 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 预备食物迎着亚兰人出去 对着他们安营 好像两小群山羊羔 亚兰人却满了地面 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 耶和华如此说 亚兰人既说我 耶和华是山神 不是平原的神 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 都交在你手中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七日 到第七日两军交战 那一日 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 步兵十万 其余的逃入亚服城 城墙瘫倒 压死剩下的二万七千人 便哈达也逃入城 藏在严密的屋子里 他的臣仆对他说 我们听说 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 现在我们不如妖术麻布 投套绳索 出去投降以色列王 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 于是 他们妖术麻布 投套绳索 去见以色列王 说 王的仆人便哈达说 求王存留我的性命 他还活着吗 他是我的兄弟 这些人 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 便急忙 救着他的话说 辩哈达是王的兄弟 你们去请他来 辩哈达出来见王 王就请他上车 辩哈达对王说 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 我必归还 你可以在大马瑟立街市 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 我照此立约 放你回去 就与他立约 放他去了 有先知的一个门徒 奉耶和华的命 对他的同伴说 你打我吧 那人不肯打他 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你一离开我 必有狮子咬死你 那人一离开他 果然遇见狮子 把他咬死了 先知的门徒 又遇见一个人 对他说 你打我吧 那人就打他 将他打伤 他就去了 用头巾猛眼 改换面目 在路旁等候王 王从那里经过 他向王呼叫 无人在镇上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人来 对我说 你看守这人 若把他施了 你的性命 必代替他的性命 不然 你必交出 一塌连德银子来 同人正在忙乱之间 那人就不见了 以色列王对他说 你自己定妥了 必照样判断你 他急忙除掉 猛眼的头巾 以色列王就认出 他是一个先知 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将我定要 灭绝的人放去 你的命就必代替 他的命 你的命也必代替 他的命 于是 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 回到撒玛利亚 进了他的宫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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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